虞天听李严谨烧到自己 牵线人余湘泉说话了 我要让警方出来讲清楚 警方讲得超清楚的啊大哥 虞天10月30日出面 声援李严谨和贺信问奖互殴仪 创逼警方对他上靠 以及拖曳收审 信一分局打脸说 贺信司机也上靠 完全依法行事 他不后悔帮李严谨出头 掩护老婆李亚平力挺 但儿子余湘泉却果意不去 连累老爸 湘明加码连累 指他7月在余天民进党新北市主委 就职典礼上比中指 余天问讯起得大骂 真可能 全权事后回应苹果 当天跟朋友开玩笑才会比中指 如果让大家觉得不舒服 愿意道歉 打脸老爸 台二清晨还在新开张的脸书粉丝页 打了472字还家 很多人也许对我有些意见 我也承担一切我做错的事情 再指向各位社会大众道歉 可是这些事跟我爸到底有什么关系 酒也不要喝那么多 好吧 他也指爸爸没有偏袒任何一方 艺人也是人 最后引用圣经 希望网友不要无谓的谩骂 娱乐动新闻 阿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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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